体验滑雪 作为东北人冰雪运动的体验 舍我其谁 走起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持汉语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医生记者持汉语 那么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这个冬奥的举办也点着大家的冰雪热情 那么很多网友私信我们 会滑雪吗 我是东北人 我当然 不会了 所以今天我请到了这个海投农民滑雪队队员 让他来教教我这种 零基础的滑雪小白 到底应该怎么快速上手 林老师你好 嗨 大家好 今天我的戴教老师可大有来头 那李伟原来是一名社工 2018年年轻面向全区免费开展10万人次大培训 让很多年轻青年吃上了冰雪饭 李伟就是其中一位 他不仅学会了滑雪 还参加了北京冬奥作为雪橇项目 国内技术官员培训班 还通过了全英文考试 取得了担任雪橇项目裁判员的资格 那今天就让李老师来带我感受冰雪的乐趣吧 那现在看李老师教学啊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不知道自己等会上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嗯 小时因为你是学长小白第一次学员 今天呢我们就从零基础很简单 然后先体验一下 好嘞 李老师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学吧 好的 来基本上是两个学法跟自己的胯 比方稍微有点方 短一点稍微短一点 现在要保持平行 重心放在你的两肩之间 嗯 手往前膝 在自己的腰部的位置 往前伸直 微微往这东西 用我的膝盖往前顶啊 反雪橙撑着地 然后用我的手掌发力 这个朋友往前走了 一定要看着什么 哦 我脚跟发力打开一个八字 那八字叫做黎氏 叫做黎氏 你打反了 对你打反了 也证明了你的动作呢 正好跟我教的是相反的 老师 你现在你再试一次吧 抬头看前边啊 这样要用上劲 腹部 腹部收紧核心 臀部往前 不要落过自己的后脚跟 现在你的力量全部都压在 你的小腿跟蟹舌上 压住压住压住 打开离式 离式前面不要交叉 然后保持稳定 你就不会那么累了 能理解吗 你的重心要靠前 你现在重心靠后了 跪在血板上 跪在那儿 臀部靠后了 你坐下去了 对这种是错误的啊 转过来重心靠前 不要靠后 重心靠前 用你的小腿的 重心靠前 好的 打开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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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心还是后坐了 打开离式 两千年之后 一二三 哦 哎 滑起来了 重心靠后了 打开离式 脚后跟发力 对手不要打开啊 今天有基本站姿 然后基本的滑行 我已经教你了 现在就是需要反复的练习 然后克服自己那种恐惧心理 初次到学道呢 我还建议现在网络比较发达 从网上看一些那个基础的教学视频 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滑雪还是要有一点理论的基础 理论加实践 然后到学场你才能体会到更大的快乐 终于练完了 今天特别感谢林老师 那今天熟悉了这个滑雪呢 基本的滑法 那既然体验就结束啦 冬奥会马上就到了 你也出门走走吧 一起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北京2022年冬奥会加油 北京冬奥会加油 北京冬奥会加油 伯伯你喜欢滑雪吗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 滑雪会让你上瘾 滑雪会让你快乐 到学场之后呢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然后循序渐渐的 来体验滑雪带给大家的快乐